入冬以后,白菜豆腐是北方家家户户必吃的美食 便宜又简单,好吃又下饭 今天咱们就做一个白菜粉条豆腐饱 先把五花肉切片,豆腐也切成厚片 把白菜帮和白菜叶子分开 白菜帮切成斜刀片,白菜叶子用手撕开 油热后下入豆腐,煎一分钟给它翻个面 直到煎到两面金黄,先给它盛出来 在砂锅里少放一点油,把五花肉放进来,煸出油脂,煸出香味 再放入葱姜蒜,煸出香味 放一勺生抽和半勺老抽,一点盐调味提色 再把白菜帮倒进来,炒软 接着放入白菜叶,把豆腐铺到白菜叶上面,满放整齐 把泡好的粉条放到最上面,再加入三个香菇增加香味 接着放入适量的生抽,一点盐,一勺花椒粉,适量的蚝油和一勺胡椒粉调味 倒入砂锅一半的开水,盖上盖子,焖煮5-6分钟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煲软烂入味,色香味俱全 如果能吃辣椒的,再来一些辣椒和小葱,看着就很有食欲 天冷啦,给家人来上这么一锅,暖心又暖胃 喜欢就试一试吧,拜拜